蔣麗芸議員 我們可以看一些資料 在2012年全球最受歡迎的一個旅遊評論網站 叫Trip Advisor 根據各百萬計的投票 香港獲選為世界十大旅遊勝地之一 也是唯一入選的亞洲城市 而同年由萬事達卡公布的 在2012年全球最佳旅遊城市的報告之中 香港在全球132個城市之中 排名是第六 頭六名 而在2009年5月和9月 在CNN國際新聞網絡International 全球網上消費者調查 以及網上旅遊雜誌Smart Travel Asia 舉辦的讀者投票選舉之中 香港分別獲得全球最佳購物城市 及亞洲最佳購物城市 由此可以知道 香港本身有它一個獨特的優勢 它不止為處於現在世界最有潛力的經濟龍頭 我們中國的南大門 亦都是我們整個亞洲區的中心點 亦都是我們現在經濟貿易、交通航運的 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樞樓城市 所以香港是有很大很大的吸引力 我剛剛也聽到李卓人議員說 他反對只有自由行李購物的人 因為他不喜歡太多金譜 因為他不喜歡太多金譜 其實我想李卓人議員 可能真的很少去逛街 我們的女性可能逛街機會給他多 無可否認 你在彌敦道或一些大街上高 你是看到有什麼金譜、物金譜 很多金譜、很多手錶譜、名牌 是的 沒錯 但是問題在 他忽略了香港 不止有名牌的金譜、手錶譜、名牌的外國衣著 什麼都有 但是你要便宜的 我們也有整條 就是在長沙環的這個時裝批發街 就算我自己現在穿這件衣服 我都在長沙環的批發街買回來的 香港是有全世界各個各地的精品 香港也都有其實全世界各個地方來香港開設的餐廳 我剛剛收到一張單張 不過轉頭 現在我不知道去哪裏哪裏拿了 我不見了 那張單張是什麼呢 就在美國 這個洛杉磯羅省有一個很出名的 在Santa Monica 有一個很出名的一個餐廳 就是叫做這個賣蝦的 這個賣蝦的 叫Srim 什麼金 那樣的 就看收到一份資料 說他現在來香港都開了 所以香港確實是有很多美食的 所以 但是很重要一件事 因為如果我們要去買東西 當時這個賣蝦的 如果我們要去買東西 會不會去買東西 你不是來這裡買東西 是叫什麼呢 是來這裡逛街嗎 逛公園嗎 no 蔣麗芸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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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議員 法定人數不足